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齐抗疫平经济反网报 好了 今节我们就是世界时事都合一 第一则新闻 讲下这个猪队友 是什么猪队友? 就是这个德国的外交部长来自德国绿党贝尔伯克 他在斯特拉斯堡的欧盟理事会上的发言 令到整个欧盟都不多高兴 他当时就说 我们现在是处于反俄罗斯的战争当中 而不是互相作战 当然这番言论令到欧盟的很多高官就说 你这样就等于向俄罗斯宣战? 因为德国乃至整个欧盟和整个北约的立场 就是强调自己不参战的 贝尔伯克发表这个这么有争议的声明之后 俄罗斯就要求德国解释 德国政府刚刚就强调 德国不是乌克兰参战那一方 当然在欧战争德国是没有参战的 德国的副发言人代表政府的 就说北约和德国还有欧盟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当中没有参战 我们支持乌克兰 但是我们不是参战方 即是把贝尔伯克说的全部推翻 但是你这样说 其实就等于被俄罗斯执手绕的 普京之前就说你们整个西方就和他作战 等于变相地向普京背书 德国总理索尔伯昨天也发表了讲话 他和德国政府在欧战争当中会坚持慎重 不会粗之过急 这个就是德国的政策 但是一直不会忘记德国的安全 这番话也被视为 第一就是索尔伯要和贝尔伯克的说法是切割 第二也是警告贝尔伯克不要乱叉地说 会直接打你 其实贝尔伯克的言论不单令政界很担心 也是引发德国媒体多方的批评 好像内因内加河报就说 很多人喜欢贝尔伯克的言论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说话很直 但是有时候是会伤害到我们这个国家 外交的客套话对于这位绿党的外交部长来说是陌生的 但是自从他说了这番对我战争的言论之后 其实亦处于一个非外交的领域 德国人很惊讶 言语上的失误正是克里姆林宫所期待的 这些是报纸我引述他的 那就是我们说的中了普京大帝的下怀 所以现在俄罗斯就是可以说 对啊你们西方承认了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说的 就说德国是有直接参战 德国媒体也说 其实贝尔伯克的言论是对全国西方禁忌的破坏 贝尔伯克现在用语言 令德国参与一场战争 而根据官方的说法 其实德国和整个欧盟 还有北约还有美国都是不想参战的 那么南德意志部也说 看到这么激烈的辩论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愚蠢的口误 就是说他愚蠢 也是在严重的疏忽情况下 被俄罗斯的宣传 是带来了一个危险的机会 德国媒体和政治人物应该尽职进责 不要传播只含有这句话的视频片段 因为担心人家是用来断章取而 但是你真的有说过嘛 也都说外交部长在选择措辞时 要神之由神 这个是他的义务 很不幸 这位外交部长没有做到 另外这个迪特马歇布也都说 德国政府只可以矫正自己外交部长的说法 本身已经很尴尬 贝尔伯克一句话是闯了两个 呼吁西方团结努力 其实是应该退居幕后的 而俄罗斯我们看到 他们看到贝尔伯克这么说 是带来了一种难以掩饰的喜悦 即是他做错了敏迪就开心 这就证明了西方对于战争的参与 这个就是俄罗斯人想要的一番话 也证明了德国外长的头脑不清醒 很不幸 这位贝尔伯克不是内阁中唯一失误的人 另外来自马格德堡的人民之声 也说大家不应该忘记 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 因为小事而导致战争的升级 外长贝尔伯克已经是显示了 他是满足不了 做外长这么重要的职务的能力 他是没有这样的能力 我经常都说的 这个人说就说到大一大 你真是惹祸上身的 那当然了 现在这么麻烦了 我想逢德来欣也是需要拆一拆的 否则你等于变相这样是给俄罗斯 这个叫做能量 所以你看看俄罗斯 当然不会放过你 好像前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他也是讽刺兼批评贝尔伯克 就说他是个有用的傻瓜 因为他发表对俄战争的言论 其实俄罗斯各大的论论机器都开出行 那梅德韦杰夫在英文推特上就写 他用英文写很少的 我们是和俄罗斯打仗 而被非彼此作战 这句话真是妙了 德国外长真是一个 从头到尾来看都是个傻瓜 这样也挺好的 当然他说 他再说 欧洲的国家现在和俄罗斯在交战 后来德国驻俄大使也要救一救 他就说支持基附政权 不会令德国成为冲突的一方 但是很不幸地 你们的外长真的说错了 老板 这个风波也挺大的 德国外交部长当然 他说的也令欧盟很不开心 除了欧盟之外 原来非盟也不开心 因为这个外交部长用炮的符号 来讽刺俄罗斯的外长访非洲 这就引发非洲不开心 因为觉得 你是不是在干涉我们的主权 你这么八卦 当然我们也说过 其实这位阿姐也挺高傲的 不用脑说话 一般来说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下台这番言论 你可以说很大 你看看俄罗斯如何炒作 当然你用炮的符号 来讽刺俄罗斯 结果人家非盟就不开心 当然他后来之衰 就说收回这个观点 对不住 我是说错话的 但是对我作战这个言论 你需不需要收回 需要不需要道歉 我都说过很多次 这个阿姐 幸好他之前有些 叫做丑闻 令到他做不到德国总理 如果他做到德国总理就麻烦 因为德国是欧盟第一大国 如果他做到就真的麻烦 好了 这就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就是来自芬兰 芬兰一间动物园 刚刚就宣布 由于资金短缺 是没办法负担 刺养两只大熊猫的费用 所以很无奈地 只可以将 从中国借来的两只大熊猫 送回中国大陆 在2018年1月的时候 当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是访问北欧国家 并且签署保护动物联合协议 九个月之后 其实两只大熊猫 就被带到芬兰 分别改名叫金宝宝 和华炮 金宝宝就是痴性的 华炮就是熊性的 芬兰的艾赫泰里动物园 其实是一间私营公司 他曾经希望大熊猫 可以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游客 但是很不幸地 有19 19之下 疫情之下 大家去不了旅游 不单是没有盈利 反而债台高速 芬兰政府在2021年 为这间动物园 注资20万欧罗 但是动物园 需要500万欧元 一些国会议员认为 这个数额高于每年 用在保护芬兰 芬兰绝种动物的开支 那你也很少了 500万欧元保护芬兰绝种动物 你很少动物吗 这件事真的做得差 想不到芬兰也 芬兰外交部 就说已经成立一个工作小组 来寻求 戴红猫问题的解决方案 但是 不可以确定 是否想到办法 外交部发言也说 如果戴红猫 被送回到中国 我们相信中国会理解 这是一家私营公司 在财政困难之下 做出的决定 这么说 芬兰也不愿意负责任 其实芬兰外交部的发言人也说 他不认为这样做 对芬兰和中国的关系 产生一些不良影响 我们看看 中国的大熊猫外交 可以追溯到1972年 当时中国赠予美国两只大熊猫 芬兰到墨远就说 最后是否真的 将这对大熊猫 送回到中国的决定 将会在2月28日做出来 希望各方去帮忙 事实上是否会这么容易呢 其实之前 来自中国的蒙蒙和娇慶 都是在柏林开展他们的新生活 他们就是在柏林的一个动物园 但是所有权是属于中国政府的 的确是为这个动物园 带来了一个走红的 变成了很红的一个动物园 当然了 也是一种联系两个国家的方法 不过有点贵 对于他们来说 没办法 因为始终这些稀有动物 所以你要养不容易 另外 还有 曾经 马来西亚也曾经 曾经曾经 像大熊猫暖暖 在马来西亚生活不到两年 要离开出生地吉隆坡 回到中国 大马方面真的有点贵 所以就养不起了 在2014年 中国就把大熊猫 庆庆和靓靓 租给马来西亚 为了纪念中国和马来西亚 建交40周年 之后他们就生了小熊猫 在2015年生下来的暖暖 暖暖 现在要告别吉隆坡 当时告别了 就回到组织各中国 因为实际上有点贵 因为动物园要抗建 抗建就不够钱 所以只可以把暖暖 送回到中国大陆 好 这就是第二则新闻 最后一则新闻 来自我们澳洲 澳洲Forteskill 这个巨企 当然是金属和抗业巨企 他们相当关注 中国整合铁矿石的采购 随着中国政府 要扭转铁矿石市场的举动 其实这家公司 已经和中国各有铁矿石采购平台 进行了初步接触 他们的CEO很出名 经常上电视的 就是Andrew Forrest 昨天就说 他预计中国 这个房地产需求 在2023年 可能会慢慢地上去 没有这么大的不好的环境 这就有利于推动大众商品 他也希望 中国没有清零政策之后 是可以有强劲的经济反弹 他就说 对于商品市场来说 重要的是中国这个庞大的人口 已经没有清零政策了 经济不会有什么问题 他觉得 我只是引述 你可以催谋求疵 但总体来说 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成长 并且将从世界各地 吸收大量商品 因为中国的民众 将会重新走上正轨 但是他们这间公司 就是寻求推进他们 在澳洲以外的铁矿石 和其他商品项目 也要和中国的 抗产资源企业 再次谈判和联系 中国抗产资源集团 CMRG 其实就是整合 包括保姆钢铁 在内20间 中国最大炼矿集团的采购 可能会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买家 这间公司成立于2022年7月 为了在中国国内铁矿石行业 购买原材料 这次的市场整合 就是为了中国当局 在市场上更加有议价权 每次铁矿石的升价 一升到每吨110美元以上 其实中国当局 都会对铁矿石的市场动态 进行批评 如果中国抗产资源集团 大规模进入市场 并且成功换和过去三年铁矿石市场的二场波动 这意味着 自从2021年 中国买家推动 结束年度铁矿石架 谈判制度以来最大的动荡 这间公司当然 他们希望有更多的华士权 澳洲的Forteskill 集团的市场经理 他说 最近几个月 这间澳洲公司一直和中国保持定期的联系 但是他在公司季度生产电话会议上 似乎中国新的国有企业的职责 远远超过作为一个交易平台的作用 没有那么简单 他就说 中国抗产资源集团 CMRG 是一个单一采购平台 但是 这个是错的 很多人觉得它是一个单一简单平台 其实澳洲的矿商就认为 它的职能是大得多 那包括什么呢 包括就是资源开发 中国钢铁行业的去碳化 以及在将铁矿石从世界运到中国的供应链当中 要发挥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其实中国这间新的国企 和业界的接触 是处于一个名牙阶段 随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 当然 澳洲这间钢铁巨企 也希望每次和中国方面的接触 都有建设性的 澳洲的战略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就是专注于客户的需求 并且是为全球带来一些最佳的抗产 我们看看 Fortis公司 其实在12月这个季度 是打破了新纪录的 他们出货量达到4940万吨钢铁石 公司老板就说 从来没有这么厉害 他也说 希望三月底也有新的数字 会更厉害 12月的季度和9月份的季度相比 其实出货量提升了4% 为什么呢? 在西澳的皮尔巴拉 他们就是9月份的时候去维护 维护完12月份就不错了 当然澳洲 也相当地依赖中国的购买我们的商品 尤其是铁矿石 还有其他的资源 我也说过 澳洲捱过了这么多次经济 所以除了大流行 没办法 其实也是因为和中国的生意做得不错 所以捱过了很多苦日子 我也希望中国的关系会回复到正轨 其实这样才是对所有澳洲人最好的 好,今节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下节再为大家分析其他的议题 是这样,拜拜